想要帶他們去公園 他們就會自己摸來摸 然後下一秒就要拿手摸臉摸 嘴巴超恐怖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就是可以用這個噴噴 就是噴他們掉下來的東西啊 然後再等大概10到15秒之後 就可以安心使用囉 嗨我是今天你的育兒好朋友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家神隊友人物仙 AKA家庭工具人 這麼多年來我們家的四寶都是用這些 從裡到外來提升他們的防護力 我也跟大家說啊 就是這些好物都是我們用很多年的 我記得喜歡的東西 我就會去找廠商談欠欠的獨家團購優惠 如果你想要拿到獨家優惠 影片記得看到最後哦 不只在家裡或上學需要多注意以外 啊現在還有暑假到我都會常外出旅哦 像我啊隨便帶孩子去澳洲的夏令 就這些東西我大部分都有帶著哦 我們那不是專業醫生 但是呢這些東西可以幫助我們 預防勝於治療 然後帶他們去公園 他們就會自己摸來摸 然後下一秒就要拿手摸臉摸 嘴巴超恐怖的 而且常常會來不及待去洗手 就可以及時的趕快擠到他的手上 反正像那種墨石狀啊 小朋友都超喜歡 他們都會覺得很好 真的要摸摸摸摸摸 然後如果他們接下來要吃餅餅啊 要喝水啊 就會都會覺得比較愛吃 不會手上都是一些這樣的東西 但還一直出門啊 他們真的好多東西都會丟在地上 舉發來嘴 玩具 阿福基 娃娃 反正很多有的沒的啊 但是他們也留不方便 然後這個時候呢就是可以用這個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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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孩子的餐具啊 餐碗啊 那在外面吃完飯之後 其實都會油油膩膩 這時候就可以帶那種 系帶式的餐碗清潔機 我覺得出門帶這個 有沐石狀的這種 洗碗盤的這個啊 特別好用 就是你不用在自己在那邊搓泡了 然後再來是你沖洗也很好 就把它吃掉了 不會怕搓松 是不是有沒有 戳不乾淨的彈牛之類的 用在孩子的餐具就很辛苦 夏天帶孩子出門完 一定要準備的就是這個 防曬跟防紋 那防曬啊 我們就是也用過好多個 我覺得這個真是最好用的 因為孩子的皮膚比較細嫩 就盡量不要用化學的防曬 要用物理防曬是比較好的 這段啊 第一個好用的地方在那裡 打開 欸 皮子不會不見 然後它黏在上面 你單手就可以開始 把牌子塗這樣子 那塗上去之後呢 因為它是很清透的 所以它非常好的塗開 我會用很厚很黏膩 因為太厚太年 小朋友就會覺得 啊 我舒服不喜歡 但它不會 它就很好推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棒 而且物理清潔防曬有一個好處 就是其實你如果帶孩子去海邊 或者是一些肥油的地方 很多時候呢 它會不讓你用 非物理清防曬的場合 對 因為可能對 它會被物理清潔 但是它這個是不會的 這時候我們用過都是 很好用的防曬 因為我們用好多年了 它連小黑紋都非常的有效 那它有那種噴的 但是我更喜歡 用這種滾珠型 嗯 像那種滾珠型的 在那種小的孩子身上 就這樣塗一塗之後 把它擦開 非常好使用 我覺得滾珠型的產品好用 比那個噴物理好用一點 是因為朋友可能會噴到臉啊 然後或者是其他地方 那滾珠 它其實就是在上 你自己用把它擦開的方式 我覺得對小孩來說 會再更容易接受一點點 然後我們選擇是用這種 派卡瑞町成分的 這也是醫師特別推薦的喔 這個我跟黃超年一時 有一起拍過一些影片分享 就是要怎麼辦 還是挑選防蚊液 大家可以下廊搜尋看看喔 很多人會問說 那防蚊液要怎麼 把它弄在孩子的臉上 不管用噴的 還是要弄滾珠型的 都是這樣子 把它弄在手上之後 然後把它塗開來 然後再按壓在孩子的臉上 就可以有防蚊效果囉 那像這個防曬呢 你其實也是可以直接擠在手上 然後再把它推在這個臉上 對男生來說 我們最害怕的就是推不開的 其實我對男生對我來說 是很好推的 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都會覺得 嗯不會那麼抗拒的使用 那記得夏天的時候呢 你擦完防曬一定要在這裡 順序就是先防曬再防蚊囉 在孩子出門了 他們難免就是會跌倒啊 脆胸啊 這種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要學生帶著一個 這個算是霸博的小護士 但它是沒有藥性的 但它可以擦在像那種 輕微的擦衫啊 然後吃微的蚊蟲咬衫 都要它非常的萬用 然後另外孩子也很容易跌倒瑜伽 我用這個預先 你只要塗上去它就比較快銷 然後我要再大推一下 這個庫唇膏 本身是一個非常愛買的庫唇膏 就是各種庫唇膏 你嫁的啦 專櫃啦 我通通都有嘛 然後我後來發現這個 天啊怎麼這麼好用 像屁寶啊 冬天的時候就很容易嘴唇 就是破皮流血 有一次我就拿這個給它塗 然後塗完一天 放學要跟我說 媽咪 不是我沒有在流血破皮了耶 就真的非常的有效 出門在外啊 我會在包包裡面 發到那個攜帶繩子垂垂的濕紙巾 在一二三我們就會放那種大包的 因為濕紙巾真的太必備了 小朋友出門就是會 冬年西年的時候 都真的很容易很髒 但是你不一定說 可以馬上去找到洗手的地方 嗯 我覺得我現在生活好像離不開始 我覺得我們家裡客廳也會放 廚房也會放 餐桌也會放 我車上也會放 辦公室也會放 然後包包也會放 好說的狗放 我覺得濕紙巾 衛生紙還好 好機好用 大家一定要記得 要選這種就是有蓋的 因為它可以密封 不會讓你的屍巾 用到一半就整個乾掉了 然後後面就蠟廢掉 打開之後一定要選這種 不會臉抽的 才不會你拉起來之後 要連在一起 你還要兩隻手去 把它拉掉 這單手就可以操作是最好用的 這次還在外道家 第一件事一定要洗手 然後也要養成吃飯 且洗手的好習慣 我們家是用這個很多年了 因為它還有毒架 還有法護成分 然後再來就是它還有這個慕斯 我覺得小朋友對慕斯要情有毒種耶 你家他們洗手 然後起出來是不是 他們都會蠻喜 小朋友很喜歡 然後他其實也好粗開 然後也很充洗 對 充洗又不怕殘留 然後又很溫和 然後又不刺激 洗墓跟肌膚的護膚用品 也是我很在意的 因為小朋友的肌膚襪 是成人的三分之一厚保毒 他們真的很容易敏感 如果他們不舒服 就會整天哭鬧 所以我都會幫你們 他們專業的洗 那洗澡呢 最好用的是這種all in one 比如說現在這個是小寶寶專用 他就是出生之後就可以使用 然後他擠出來 也是這種慕斯狀 慕斯狀就是你不用再起泡 而且他非常的綿密 然後很好充洗 然後可以從頭洗到尾 全身都可以洗 而且慕斯狀的泡泡他們也很洗 所以對他很嚴重就不會很看拒 你就把你用慕斯去跟他玩 然後就 抱一吐他說 你這邊洗手的時候 先把他洗一洗 腳都要洗一洗 他自己就會把那個泡泡 摩在他應該要某個位置上 也是可以幫助他練習洗澡 而且這樣洗新鷹 他們一歲多 他們就已經開始想要洗 因為他們就想要洗這個慕斯 然後學大了 就是在身上洗 然後選擇這個all in one 除了就是從頭洗到腳以外 要特別注意他是不是有那個 不刺激臉 因為有些會刺激眼睛 但他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說連大人都不行 就被他不喜歡洗手 對 把他會抗拒 這我覺得很好用 是他洗完之後身體好像少了一份 真的 保濕效果很好 對肌膚很好 但是孩子大概上了幼兒園 三歲多的時候 在外面跑來跑去 滿頭大海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會給他用那種大法子 肥靜力再更強 對 肥靜力再更強 但是還是溫和的 還是不會刺激的 一樣可以從頭洗到我覺得超方便 寶寶從出生之後洗完澡 一定一定要幫他們擦乳液 因為他們肌膚真的就是很薄 他們需要靠這種很保濕的乳液 來保護他們肌膚 那像我自己是選那種燕麥 我自己洗完澡也好愛擦 因為他擠出來啊 雖然是乳液對不對 可是你推開之後是省凝狀 然後超快就吸收 不會黏你 就不要講小孩連我自己都好洗 因為我就很怕很黏的弄忍 像台灣這種我潮濕沒有人緩解的 真的很容易就是肌膚敏感 那常常就是這邊抓一刀紅紅的 一個一個這裡紅紅一個一個 局部發紅的發炎的問題 對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AD 它是有經過濕疹先會認證的 像在娘娘的地方 你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可以把它就是後插在局 一天可以插個兩三次 然後衣服堡也可以插 我覺得它一個非常好用的就是這個油 然後你還記得默默那個時候有信塞 我們四個寶寶第一次出現這個耶 現在就頭上面有一塊塊那個黏黏的 很像很大包的頭靴 但是它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先用這個油 把它塗抹在它的頭上 然後慢慢的推慢慢的推 不要去撥它 就是慢慢的去把它軟化它 慢慢的慢慢的推 然後再用溫水去把它棄洗這樣子 我們不要用力的去清除它都不用 然後你就是棄洗個幾次 它就會慢慢脫落了 那這個同時呢 也是在幫孩子保養它的肌膚 因為像比較乾燥的時候 我其實也會幫孩子上 油是非常好吸收 而且是非常滋潤 中間可以搭部手上洗 真的很好用 寶寶其實都會穿著尿 但尿布如果你沒有選好的話 就是選到那種不透氣的 寶寶就超容易 就是紅牙啊 或是睡不著 周到人學都有可能就是真的很可憐 大家除了要選透氣部 也是的尿布之外 還可以用這個 床上的狀況是壞尿布的時候 不應該屁屁膏 那這個不用喔 它是這樣子 我們小時候的用布牙筋 啊嘿嘿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在用布牙筋了 它這個是外用噴霧 就是可以這樣噴上去 那一秒鐘 就在把你們屁上那層防護膜 它可以有效的去隔絕那些 便便啊尿尿的刺激 但孩子已經出現紅紅洋的狀況 你就先噴這個 然後再耗發AD就可以了 講完這些居家用品呢 我們就來介紹 環境的防護用品 環境也超重要的 像醫生都會跟我們講啊 家裡的除濕機要開啊 空間接濕機要開啊 因為在台灣這種潮濕紛的環境 就是很容易有各種過門 尤其是塵蠻 所以我們自己對孩子用的洗衣機 我也是很在意的 然後我們用的這個洗衣機 它是可以低迷抗菌的 就是它洗完之後 不會有波多的刺激 我才能在孩子的肌膚上 然後它會吸出來的味道 也是非常的舒服的 就是不會有波多的下激味 非常愛我們家藥很多年 那像孩子會有一些貝貝啦 或者是睡袋啦 枕頭啦 我們還會加入這個 查效衣物抗菌液 像棉被全都是大家照的東西啊 就是不會常常洗 可能就大概兩次要說再洗一次 你用這個洗就可以延長它的防護力喔 然後關於防茫這件事情 我們家也超級殘忍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氣喘了 我也是 我躺在上面 塵蠻大局有沒有來 我都知道 你們知道家裡哪裡的塵蠻是 酒室窗墊 你看真的超恐怖的 外面買保潔墊 其實就是只有三面那一層 那其實塵蠻它會從各個地方跑 對 所以我們特別選的那個六面式的 它其實是上下左右前後 全部都把它包住 還可以有效隔絕塵蠻進去裡面 還可以做生肖 對 一定要這種全包的 把它整個包起來就對了 如果還是被人尿刷 吐拿各種水倒汗在上面 還可以把它抽掉踢快 但裡面那個都還是包得好好的 像家裡的寢訊啊 娃娃枕頭啊什麼的 也會要清洗嘛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用這種 脂皮的防曼洗衣機 像海水的東西不會常常清洗 比如說像這個沙發 那它也是脂皮 然後它也是布 它也是會有塵蠻的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防曼洪物在它培衡 它就可以有效降低塵蠻的數據 再來就是有多人問我說 今天玩具可以洗 我知道要用這個 可是可是可是不能洗啊 像生蠻玩具 塑膠玩具 或者一些布書什麼怎麼辦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用這個 叫做零漆 它是這個抗脊清潔液 下面完全一張胚塵 然後大概等10到15秒左右 然後再用衛生紙把它擦乾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家的地墊 就用這個來做清潔 那它一次就可以長達7天的防護效果 我們家會準備這個淋漆 這個淋漆是24小時 就是一天的防護力 那又在什麼地方了 比如說家裡的門髮 馬桶啊 就是那些容易有自身細菌的地方 我覺得很棒是它有出這個攜帶 去任何地方啊 就是有環境上 也就好像不是那麼安心的話 你就可以大家噴一噴 噴一噴 就可以使用 要全面提升的防護力呢 除了外用以外也要有內服的喔 這好當然是孩子的飲食 對 人食均衡 睡眠充足 然後有足夠的運動 這很重要 但是現在其實我覺得 要飲食均衡 如果不是家裡自己煮 好像也有一點 我覺得均衡自己煮好像也 對啊 然後有的孩子又挑食手 所以我們就是額外會幫他補充保健品 加強防護力 然後將這個乳鐵蛋白跟益生菌 是一定要吃的 就是每天都要吃 再來的話我覺得 油對孩子也非常重要 還有這種綜合的維他命 都是可以持續補充的喔 那像現在呢 就是其實上次業的環境 所以我們家呢 就是也會準備這套 這個葉黃素給他們 就是預防剩餘治療啦 補充說明 這個我覺得很好用 差點就漏掉跟大家說了 孩子的餐具來奶瓶 我們都會特別用這個慕斯 去幫他洗 他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他可以用來洗蔬菜水 因為蔬菜水果 有很多的農藥的殘留 然後你一定要 直接用水洗 洗不掉的 所以在洗水果或洗菜的時候 你就淨化水裡 然後這樣擠一擠一擠一擠 然後再搓一搓一搓一擠 然後等他一下 然後再把它沖洗乾淨就可以囉 以上這些產品呢 就是我家用來提示的 想來跑屋裡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大人的 也歡迎在影片下面 加一告訴我們喔 影片的最後呢 想問問大家 請問你是A 哇以上這些產品呢 我也都有準備 實在是太好了 B呢 是不是如果你是新手父母的 這支影片 沒有讓你獲得很多新的資訊呢 那C呢 是除了這些產品以外 其實你有想到有更多 更好的使用方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D呢 我想要知道這些產品的優惠資訊 所以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加入我的LINE 我就會把資訊傳給你喔 歡迎加入千千的LINE 你可以在持續欄點連結 或者是在LINE的ID搜尋 小老鼠CC99TW 那也歡迎追蹤我的IG 跟我的粉絲團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